字幕提供 個性害羞膽小 總是躲在哥哥後面扮演著配角的路易吉 終於又要跳出來當主角啦 由任天堂本家推出的路易吉洋樓三 核心概念和超級瑪利歐奧德賽一樣是探索 但卻玩出了完全不同的樂趣 而且同樣也獲得了各界的好評 到底萬年綠葉路易吉是怎麼辦到的 就讓自信蜂帶著大家一起來瞧瞧吧 路易吉洋樓三的玩法簡單有創意 只要好好善用手上的吸塵器和手電筒 就能夠順利打倒所有幽靈 並解開關卡的機關 像是要打倒幽靈時 玩家要先用手電筒照射 把他們嚇出實體 之後就可以用吸塵器吸住他們的尾巴 朝幽靈逃跑的反方向拉動 然後再對他使出連續過肩摔 甚至還能夠自己指定方向 順便攻擊其他的幽靈 還有某些場景物件也需要玩家先發射吸盤 再用相同的方法將東西給吸起來 另一個這代新增的要素 魁翼吉 雖然怕水 但卻可以像軟軟的史萊姆那樣 任意穿越鐵絲網或是各種致命陷阱 或是你也可以和他一起合理 把東西摔出去 是玩家闖關時不可或缺的好夥伴喔 遊戲中所有的謎題大致上都不脫離以上所介紹的範圍 只要花一點小巧思都可以順利破解 在主線卡太久的話 愛用韋博士也會適時出來提醒玩家 遊戲中的飯店共有15 層樓 每一層都有個魔王助手 而且風格和戰鬥模式都截然不同 玩家們必須善用學到的技巧來打倒他們 思考的重要性更大於操作的精密度 不管是新手老手 都能夠簡單享受遊戲的樂趣喔 與史詩般冒險的3D 馬溜系列遊戲不一樣 路易吉漾樓走的是小而精緻的路線 小小的地圖內有著極為豐富的探索要素 每個房間都塞了滿滿的金幣和物品 有強迫陣和潔癖的玩家 一定會忍不住把他們全都一掃而空才甘願 當然遊戲也為了喜歡尋找的玩家 準備了一系列的挑戰 飯店裡的每一層樓都有著六顆寶石 以及一隻害羞的幽靈可以蒐集 想要找到他們的話 務必要對每個角落展開地毯式的搜索 同時更不能錯過在你眼前最容易被忽略的地方 而且尋找害羞幽靈的過程 還善用了HD 震動的功能 玩家可要眼明手快 要不然可是會被他逃走的喔 如果真的找不到剩下的收藏品 那就多賺點錢 向博士買一些提示道具 他會直接幫你標示出物品所在的房間 這絕對是強迫戰玩家們的福音 儘管Switch的硬體沒有比別的主機強 但路易吉羊樓3透過豐富鮮豔的色彩 強化登場角色的演出 完美演繹出這個猛鬼大樓裡的形形色色 光是看著路易吉各種被嚇得魂不附體的逗趣模樣 就叫人心情大好 而且遊戲內每個幽靈的模組都相當討喜 所以雖然是款鬼怪主題的冒險遊戲 但絕對還是能夠把一家老小逗得哈哈大笑 大多數玩家可能都是看著路易吉在遊戲中被嚇得魂飛魄散 反而在螢幕前沒良心的哈哈大笑 但如果你還是覺得太恐怖的話該怎麼辦呢 沒關係 只要玩家們拿到葵一吉之後 就可以開啟單機雙人的遊戲模式 找個好朋友分別操作路易吉和葵一吉 陪你脹膽一起玩 要是單機打累了還可以上線 挑戰最多四人一起合作的協力模式恐怖高塔 在這裡會有五到十層樓的關卡讓玩家們來挑戰 玩家必須在限時內抓到所有幽靈 或是賺到足夠的金錢才能夠前往下一層樓 要是到達最後一層的話 就能夠挑戰BOSS 害羞幽靈王 和任天堂的許多作品一樣 在這個模式中的樂趣 往往來自許多扯後腿的隊友 玩家們一定要親自嘗試看看喔 覺得合力國關不夠刺激的話 路易吉洋樓3 甚至還準備了最多八人對戰的遊樂園模式 讓玩家們破壞友情 除了獨樂樂也能中樂樂 雖然玩法只有三種 但完全不會因為只是部署的派對模式就遊損馬虎 絕對是誠意滿點喔 雖然遊戲鼓勵玩家收集鉗筆以及寶石 然而收集起來之後卻沒有類似畫廊之類的獎勵 就只是為了成就以及單純的樂趣 商店內也沒有路易吉的造型可以購買 看看自己哥哥有一堆新衣服可以換 可憐的路易吉就只能繼續將就一生的綠衣綠帽囉 剛開始玩恐怖高塔的玩家們印象最深刻的 一定不是討厭的幽靈 而是不知道該怎麼玩的隊友 尤其是遇到要所有玩家 包括奎義吉在內 都要踩上去才能夠打開的開關 只要有一個新手搞不清楚狀況 那大家就可以準備重來了 除了教學不明顯之外 遊戲內的定型文也只有三種 無法明確的指示新手該做什麼 也因此雖然恐怖高塔翻亂有趣 但卻沒有清楚的指引 讓每個玩家在玩這個模式時 幾乎都會遇上這痛苦的經驗 跟瑪利歐系列不同 路易吉洋樓3 玩起來更輕鬆簡單一點 但一樣可以享受到刺激的冒險 而且遊戲內每一層樓的範圍雖然都不大 可是每個房間的謎題都經過精心設計 考驗玩家們的觀察力 再加上遊戲中的所有模式都能夠單機多人遊玩 同樣是樂趣不減 如果近期想找一款不管是單人還是派對玩法 都能夠獲得高度樂趣的作品的話 那麼挑這款創下系列新高峰的路易吉洋樓3 真沒錯 最高峰的路易吉派